主席各位同仁 全面防疫的决心 大陆这个确诊的病例不断的增加 到目前为止已经多达38例 其中有10人死亡 疫情的扩散却造成全球性的恐慌 台湾与大陆来往密切 特别是在10年前 同样是大陆所引发的SARS 当年重创了台湾社会 而近年来两岸的往来更为频繁 那么每周高达600个直达航班 更加速了疫情的传染与扩散 那么因此马总统在视察国卫中心时 特别指示各部会必须严正以待 继取SARS的教训 务必以料敌从宽 欲敌从严的原则 全面积极进行防疫工作 此外为了提升国内疫苗的制作能力 马总统也透过外交的管道 同时获得大陆与美方的同意 一旦预备好H7N9疫苗株 将立即与台湾来分享 可以说政府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展开全面性的防疫工作 希望全体国人能够放心 然而最好的防疫策略就是全力将H7N9的病毒阻挡在境外 本系在此要赋予全体的国人 出入国境除加强卫生安全维护之外 务必配合防疫单位进行筛检通报的工作 也更要赋予政府不论在中央与地方都应该通力合作 各部会之间也必须加强协调与统合 共同建立一个万无一失的防疫体系 以确保国人的生命安全 在此之际 不论政府与全国的同胞们 我们都应该注意这个病毒疫情的身高 在随时注意我们的卫生 随时与我们的防疫系统来配合通报整个体系 才能维护我们国人的身家的安全